OK,咱们继续来看比赛,观察方一手狮驼,对待方打藏观伏,看一下这个比赛哈。 观察方开局带着一手猫妖,这种猫妖的话一般都是这种高宫。 一手高连加一手恶爆,对待方抱抱直接拍神。 对待方人物的话说实话吓懵了哈。 对待方平A过了啊,可以走漫天,再追一手。 涮了哈。 冠战方现在就是全力保证这只宝宝啊 哎呦,这只宝宝真的是给冠战方贡献了很多很多的一个输出 再来一手连环,两千开刀,九把,一千,六把,一千五 对战方再来一手二连结火,七回合了,这只猫药还没有被清掉 冠战方这只锥子的话也是被对面给控制住 此时冠战方拉出一手混沌球,这种宝宝的话一般都是这种学法,所以的话威胁并不是特别大 冠战方飞机划过来 对战方这只高宫打掉了冠战方人物的一个尸体啊 这样的话冠战方属实有点难受了 对战方继续平安建设啊,对战方如果是个石头傻的啊,这场比赛 咱说实话啊,早赢了,主要的话是大唐现在的话真的是太拉了 对战方 对战后尸体冠战 很爽,追子没有控制住 这只虚米先秒掉这个孩子 硬结扫出去,再次飞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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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快来方连环清掉对来方的一个孩子 对来方也很懂是吧 就是清净的一个命门 再次打掉这一只高宫 对来方拉起 快来方拉起来 再次秒掉一只薰写 快来方这一只大法宠的话 说实话不是特别的给力 这只薰写在清掉这只肉盾